随着香港特区的发展 大批的外国人来到这里 旅行 工作和生活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威尔潘之子 潘亚德就是其中一位 在香港生活12年 如今他经营的画廊 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 在疫情中开创事业 潘亚德对香港的艺术市场发展 有十足信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前法国总理多米尼克德威尔潘之子 是企业家 也是艺术品收藏家 这个身材高大 聊起艺术来滔滔不绝的法国人 中文名叫潘亚德 2020年他与父亲 在中环创办了属于他们的画廊 对于香港的优势 潘亚德不令夸奖 除了位于亚洲中心地带 既能与内地紧密融合 又能连通世界各地 让香港有成为东西方文化桥梁的条件 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场 也为艺术市场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疫情下创办画廊 面对质疑潘亚德依然相信香港具有强劲的增长潜力 他认为香港是一个有韧性的城市 在逆境中也能创造生机 香港是没有人的广场 这种广场的广场 这种广场的广场 我认为这种键的广场 我看到是 能力和能力的新的建筑 甚至在最悲惨的时期 还会发生的創作 潘雅德认为近年来 艺术在香港越来越受到重视 新开幕的M家博物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都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 观众对艺术的欣赏需求逐年增加 目前潘雅德位于中环的画廊 正在上新诸相飞相展览 以人脸为主题 展出英国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等人的杰作 他希望自己的画廊 可以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而香港要发展明天的艺术 我觉得它非常重要 让香港的领导 凤红卫视 崔可军 香港报道